大家早安 這裡是熊現場 我們持續帶你來聚焦的是俄烏戰士的最新戰況 這是俄羅斯南部的羅斯托夫州有一座油庫遭到空襲 引發了嚴重的火災 羅斯托夫的州長現在就表示 烏克蘭是利用兩架無人機襲擊油庫 導致總共有三個油槽燃起熊熊大火 好的畫面可以看到是有大量的黑煙直算天際 猛烈火是一直從白天燒到黑夜 至今都還沒有撲滅 當局就表示這個火災 所幸是沒有撥擊到附近的民宅 也沒有任何的人員傷亡 好 接下來要來看到是中國大陸有接連兩場主場重要的外交活動 現在中日關係能夠隨著這個代表團的訪問 可以有所回溫改善嗎 這是日本國會跨黨派日中友好議員的聯盟會長二階俊博 在27號率團訪問北京 在昨天的時候就跟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來會面 二階俊博以及訪問團在北京釣魚台營賓館和王毅會談 外界就分析這個議題涵蓋到26號解放軍的軍機首度侵犯日本的領空 以及日本先前排放核污水 導致中國大陸禁止進口日本的水產品等等的問題 而王毅在會談的一開始就表示 中日目前的關係的形勢不能夠說是理想的狀態 但是還是希望可以促進中日兩國的關係沿著正確的軌道穩定發展 而二階一行人也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舉行了40分鐘的會談 好 另外就是中美關係了 現在隨著蘇利文的來訪 可能可以安排拜習兩人再度會面嗎 好 王毅在27號到28號兩天和美國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進行中美戰略談話 王毅就向蘇利文強調台灣是屬於中國 美國應該要停止武裝台灣 王毅強調 美方應當把不支持台獨的承諾落到實處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停止武裝台灣 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美方應停止在經貿和科技領域打壓中國 停止損害中方正當利益 美國不得以雙邊條約為藉口 損害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不得支持縱容 菲律賓採取侵權行為 沙利文表示 美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不支持台灣獨立 不支持兩個中國 不支持一中一台 美方願同中方繼續保持戰略溝通 根據大陸官媒新華社的報導 蘇利文就表示美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不支持台灣獨立 不過在白宮發布的新聞簡報當中 並沒有這一段的內容 而美方現在說法指出 蘇利文在會談當中就強調 要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另外這是美國媒體 美國之音就指出 王毅和蘇利文這一次會晤的目的 是要在10月5號 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要緩解兩大超級強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好 持續就要來聚焦到美選 現在呢 現在雙方 川普還有賀錦麗 他們卡在的是辯論的一些細節 瞧不攏 美國廣播公司主辦的美國總統的第二場辯論會 即將在9月10號就要登場了 好 原本說是暗示要爽約的前總統川普 如今現在法夾彎 他就發文指出說 願意和現在副總統賀錦麗要正面對決 川普的團隊現在就表示 已經和賀錦麗的陣營達成了 非發言時段要靜音麥克風的共識 但現在賀錦麗方面是否認 這個關麥克風的問題仍舊是瞧不攏的 前總統川普前一天才暗示 想爽約第二場總統辯論 如今轉法夾彎 表示已經和賀錦麗團隊討論好 確定9月10號正面交鋒 並開出條件 要求規則按照6月與拜登的辯論會處理 候選人也不能帶筆記小抄 後來團隊表示 雙方已經同意 會讓沒輪到發言的麥克風靜音 但賀錦麗團隊否認有達成共識 不過川普本人曾說 他偏好全程都不要關麥克風 外媒認為川普雖然不想關麥克風 但顯然團隊的堅持對他最有利 而賀錦麗陣營也表示 希望麥克風全程開啟 關於動物的古怪爭議也被挖出來 而且還是女兒自曝 二十多年前 他的爸爸曾經直奔海灘 只為了砍掉被沖上岸的鯨頭顱 每次我們在公路上升上岸 鯨汁會流入車窗 連小甘乃迪本人都自曝 曾經在校外目睹小熊屍體決定帶走 他就說 去把鯨子放在中心中 然後把鯨子放進去 最近還有一張疑似吃狗肉的照片引起熱議 儘管他曾經說 那是羊肉不是狗肉 但在選明星中 恐怕留下不小的陰影 記者王旬報導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 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ue Your Care 不哭 徐τικ 勇 realise 共